作为火影中的高危职业 忍者可不可以选择辞职 估计不少火影迷 当初都曾有过这么个疑问 一向大河 职业转行房地产开发 自赖也也能看了邪小说 吃狗费反税 这些行当 比起当忍者来说 好像确实自认多了 那么在火影中 忍者是否可以辞职 他们辞职之后 有人转行做些什么呢 跟着锦西日看火影 本期视频 怎么就来好好探讨 加盘点一下 当然说起忍者 是否可以辞职的问题 从火影的故事来判断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甚至我们在故事中 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案例 不知道大家 是否还记得 在第一部的三人片里 在短特街 被再来也一丸子 撮飞的那俩龙套角色 其实他俩 就是符合体的辞职忍者 而在记录这一实验线内容的 火影热公示书 斗志书中 也提到了这俩人 其中这个光头 叫长石 白西福 叫掩铁 在他们的职业或搜索上 就表明了 原为忍者的字样 那换句话说 就是他俩现在不是了 根据故事里 光头长石的说法 他们原先 还是盐影村的忍者 没错 他俩 甚至还是火影故事中 出现的第一对盐影村忍者 属实 是个盐影村 丢了个大人 因为名人 在鱼子来也打到时 不正把烤鱿鱼 扔到了掩铁的衣服上 作为小弟的长石 上来就跟名人 开下十万两 结果自来也就 简单吐槽了一下 这俩人太过分 小妈在长石 就直接抱上了自己大哥 曾经是盐影村忠人的履历 还有着 传说中的黑暗忍者的称号 作为大哥的盐铁 甚至还打算直接动手 结果他俩 就被自来也给打飞了 虽然漫画中 没有说明他们现在的职业 但是根据里面 长石和盐铁 跋扈的态度 一点小摩擦 就想玩鹅人的操作 并且 也是出现在风月场所 结合这几点来判断的话 长石和盐铁 可能就是黑社会的成员 或者是短大街 一带的地痞无赖 虽然是个中人 但是平野他的本领 也足够去压榨 吓唬那些普通人了 不过可惜 传说中的黑暗忍者 遇到了传说中的三人 你再黑暗也没招了 但是也得亏 遇到的是三人里面的自来也 要是换成其他两位 这个俩的下场 指不定还咋样呢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在短大街故事 开篇的时候 漫画中刚刚提到了 忍者的汇率 一粮等于十日元 那十万粮 就是一百万日元 而安排掩体常识 和名人自来也的摩擦 应该也是想让读者知道 常识这是在漫天要件 所以综上 黑社会 黑帮或者那些强盗匪徒 应该也算是辞职之后 忍者的一个出路 只不过这个黑社会的路子 着实不太正把了 当然也有正的 比如经商 在《不认传》中 不认的同学雷门剑气他爸 原先也是木野村人忍者 在试掩之后 收银时代潮流 抓住了机遇 创建了雷门公司 赚了把大钱 并且他不光开创了雷车 这种跨时代的发明 像伯恩他们收集的人物卡片等 也都是雷门公司的产品 雷门念习他爸 这也算是白手起压的成功典范 而这种经商的套路 也不算是伯恩赚的首创 比如山中经演家 就开了家山中花店 那也算是木野村里的兼职忍者 后来开忍聚店的天天 也是这样的发展路线 相比于上面的低脾流氓路线 经商举对他是忍者 在辞职之后 走的一条比较正经的选择了 而要事业乃宇 则是在选择脱离根之后 担任了木野孤儿院的院长 积极投身到了慈善事业中去 威娜先在大战中 失去父母的孩童 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 并且将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 而最后 他也为了选择旧州 选择发挥根执行任务 结果不幸被杀 此外在这里 还是要说一下另一个名词 判人 在公事书临职书中提到 判人是脱离忍村的忍者 为保障忍村秘密 判人会被追杀 所以说 如果把在忍者村任职 或者为某些脱外组织 执行任务 当成工作的话 那么那些两不沾的判人 也当是忍者辞职之后 走的路子 凭借自己忍者的本事 继续接一些任务 为时升级 比如像搅住老爷子那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 当一个受人头的赏金忍者 或者 直接做一些非任务的 杀人抢劫的抢匪够大 这都是判人可以选择的结果 当然 判人是得不到保障的 一方面 会面临连原忍者冲着追杀 另一方面 他很容易被黑撤黑 这里面 比较有标志性的 其实就是栽不斩的判人团队 反观像小组这种成规模的 相对都还安全了些 在不死二人组片 赔人也曾跟非难解释过 小组的目标 作为小团队 受估于各个国家执行任务 最后 靠自己高兴亚比的口碑 占据市场主导 借此 一步步搁靠国家游人村的体制 卷王之王了属于是 总之 忍者的本领 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关键是看使用者 如何去应用这笔财富 比如一项一族 大可以去赌场出签 或者是在赌场 帮忙看有没有人出签 再或者 可以凭借家族手艺 开个什么推拿正骨店 或者再像前面说的那样 大和 可以去植树造林 搞绿花卖木头 隔段时间 还能搞好房地产开发 凯和小李 可以去当健身教练等等 退休的人者 既可以凭借本事 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甚至开创新的路数 多大多强 也可以选择彻底遗忘这些 回归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去当一个上班族 一个社畜 去开一个小店 干个店长 或者靠原先载的钱 包一片地 中东地什么的 只不过可能是在 人者村氛围 打小培养的意识 大部分人者 都没想到这么干把了 包括在公事书 政治书 铁着国三船的词条里 就这么一条消息 在武士渐渐转行 当忍者的潮流中 三船 以铁着国武士大将的身份 引导着武士前进 所以说 在人界中 武士是可以转行的 那具备类似性的人者 应该也有这个权利 而既然武士都选了 转行当忍者 那可见 在当时 忍者这个职业 还是挺热门 挺受追捧的 而关于火影中 这个特别的人者设定 在火影者名言集 地址卷中 多则安本 曾经表示过自己的创作理念 他本身想要画的 就不是原先那种 穿一层黑衣 躲在阴暗处的人者 而是走向台面 不躲起来的人者故事 这才有了我们如今 看到的火影忍者的故事 好 讲到这里 本期的视频也就基本结束了 如果感觉整本期内容 都谈不错 各位观众老爷 也可以给在阳光书上 转发支持一下 这里是星期日 我会继续分享 关于火影的各类设定问题 咱们下期再见